后来各位这个上海书记 市长联名写信 坚决支持这个项目中央才同意 后来两任市长江泽民跟朱镕基 为这个上海大众建设负了很多心血 要不然哪有今天呢 是不是 那么饶宾是在1987年8月份 在上海去世 享年74岁 饶宾可是南京伊威克之父 1984年他跟国务院提的 说我要出房 我上意大利 我去跟那个伊威克谈一谈 我得引进他们家轻行车技术 那为什么要引进呢 第一 饶宾说 伊威克可以提供当时有国际经济力的产品 最新产品 第二点 伊威克答应了 提供这个合同有效期 七年当中车辆改进的动态技术都提供 你像解放啊 当年那个技术四十年不变 对不对 这两项饶宾比较看重 还有一个是中国跟意大利的关系很不错的 是这样的 正好那一年 1984年 总理是赵紫阳 赵紫阳上意大利开会出访 借这个机会 中国跟意大利两国政府就谈这个事 就谈妥了 1985年3月份 在南京 我们跟意大利签字 合作 很快的 四个月之后 国家物资总局进口的1000台伊威克散件到达南京 由南气组装 然后又过了五个月 1985年12月3号 这一天可是南气第二次创业纪念日 南气在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召开七五建设万人动员大会 山河海啸那都疯了 你知道不 比刘德华开展会可澎湃多了 当然我是没去 那年我还不到一岁 1985年12月3号是南气第二次创业纪念日 紧接着1986年 为了造这台车 新工厂落成了 在这个黑木营那个位置 然后也在这一年 意大利政府投钱给你提供贷款2.1亿美元 知识南气引这个项目 这里边1亿美元贷款用于啥呢 买整车呀 买零件啥的 另外1.1亿美元用于买设备呀 仪器呀 那这里边还有一千多万美元的赠款呢 当时人民币兑美元是啥呢 1亿美元相当于3亿人民币 这钱其实也不少 但是那钱还是不够啊 南气一看咋办 意大利都给人贷款了 咱们中方企业对不对 跟咱中国商量商量 国家一看行 给你贷点款 完了社会积资啥的 就把南气就把这个伊维克干起来了啊 那么在1986年12月2号这天下午 南气在中央门外 黑木营打下了伊维克车身厂的第一根柱子 当时这个厂子的生产工艺是非常先进的 可以这么讲吧 国际一流水平 它都啥设备啊 首先车身建设里面包含的开卷 这个落料线建成 就是造这个车身这个板皮啥的外表面板金啥的 一些一些一些零件 它是整卷的大钢板 哎 来完之后你再拆开 再冲压 要那个造型 对不对 这玩意很基础 它有 然后各种大型冲压线 底板装焊线 种焊线 机器人补焊线 包含某接线 车身涂装线都有 有这玩意 这叫什么呢 叫主机厂了 知道吧 这个投资3.8亿 是这样的啊 那么这是一个项目 第二个重点项目是南气第二发动机厂 这个厂的不是新建的 这个这个厂的前身呢 是1956年14个私营企业合并 它是一个公司联营的一个公司 叫南京工具模具厂 啊 1976年改名为南京柴油机厂 后来跟南京自行车总厂 跟南京冷冻机总厂合并了啊 那么在1987年南京市政府就把这个厂子画给了南气 改个名叫第二发动机厂 专门生产 这个索菲姆柴油发动机 索菲姆这个发动机很出名 是来中国最早的欧洲轻型发动机 那个伊威克得意啊 用就这个 但是呢 这个机型是不外卖的 只是给南京伊威克跟跃进 在国内啊 不像有的发动机 像日本的发动机啊 三菱的啊 到处卖 人家这发动机不卖 不卖 1988年底最后一天 南气75建设 首批技术改造工程成功 竣工验收了 啊 那么当然当时受点有点问题啊 伊威克整好产品换代 所以这个工厂的建设呀 包含这个种装线这块啊 需要调整 就耽误了一下 啊 就耽误了一下 一直到1992年才全部建成 然后在1990年12月3号 这不是纪念日吗 刚才跟你讲了 1985年12月3号 过了五年 对不对 是南气第二次创业的纪念日 领导把北京领导全请来了 过来给你汇报一下啊 哎呀 时光荏苒呢 这一天离这个饶宾 为南气吹响第二次创业号角 已经过去五年的时间了 但是饶宾本人 已经去世三年了 啊 由于很多原因吧 饶宾生前希望五年把它建成 这个目标其实没有如期兑现 啊 导致伊威克这个项目周期被拉长 有三个原因 这本书里边也讲了 一 1986年到1990年 六月啊 累计下达国资国家投资计划是5.23亿 这个钱偏少 钱不够 所以建的就 建的就慢一些 这是一个事 第二 1989年伊威克公司产品换代 啊 南气初步的构想被推迟了 第三 六四风波 六四风波呀 这事出完之后 这个项目受到很多西方 这个国家的一些干扰啊 什么事呢 这事发生在1989年 就是当时胡耀邦逝世了 哎 老百姓上街呀 悼念一下 当然这里面一些少数的一些分子 借机闹事 引发六四风波 啊 国外很多当时媒体说了 你们中国不民主 啊 群众上街游行都不让 这那的啊 在这个六四事件之前 就在这一年 就是胡耀邦去世的前一个月 在西藏出事了 有很多分裂分子 要啥呢 打个大旗啊 上街游行 让西藏独立 1989年3月5号的事 各种打砸抢烧 冲击政府机关 公然对公安干警开枪 知道吧 所以说1989年3月份的时候 拉萨就戒严了 一直戒到第二年5月份 就国外媒体说了 你看你中国大地的 我跟你说啊 这事如果发生在你们国家 你们咋处理呢 你把美国靠海边的州全独立 全独立成一个个小国家 让你美国没有出海口 你咋处理呢 是不是啊 就这个事啊 这是第三个原因 那么1991年 肩负尚未完成伊威克项目 建设重镇 南气跨入了85建设的第一年 那么在8月18号 第一辆国产化率达到40%的伊威克 轻型小汽车下线了 然后到了1992年1月份 江泽民总书记参观了一下 南京伊威克的工厂给他提了个词 依靠科技 开拓进取 艰苦奋斗 再创新业 是这么说的 话说到了1994年 受国家纪委 国家经败委委托 机械部牵头 组织了一下 这个委员会 对南京伊威克总厂 轻型车项目 进行整体的一个 竣工验收 四天多的时间里边 做了一次全面的盘点 验收结论是 伊威克项目 经过1986到1994的 八年建设 年产能力达到 6万台小汽车 以及6万台 索菲姆柴油发动机 已经符合了 其实他们原计划是五年建成 拖了三年的时间 刚才咱们也讲为什么拖了 是这样的 那么就在验收期间 正好赶上南京生产的 第一万辆伊威克汽车下线 哎呀 现场做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 能来的都来了 就差一位 饶滨没来 私人已逝 丰功永存 当时总领理叫何光远 代替饶滨 为第一万辆新车 做了一个下线的剪彩 何光勇这么说的 说这个伊威克的建设是南气发展史上一件大事 也是我国汽车发展史的一件大事 是我国轻型汽车发展史的一次重大跨越 关于这个项目呢 南气官方有了七点总结 其中四点呢 非常明显能感觉到 这个延续了过去南气从一旦挑时代 继承那个传统 咱们之前详细讲过南气 对吧 什么传统呢 一叫 以劳养心 以心促就 就第一个 第二个是 设计施工大交叉 第三是 资金投入保重点 第四个是 购买二手设备 节省建设投资 这是南气一贯的传统 那么从另一个方面看 伊维克这个项目是南气在改革开放之后 实施的第一个重大引进项目 南气从此放弃了依靠自我积累发展的 关系球那个道路 走向了一个大规模对外 技术引进的跳跃式发展 那么这个项目跟以前不太一样 有三个特点 叫高起点 叫专业化 大批量 是这样的 然后在2005年的12月 上汽跟伊维克 跟这个重庆重庆的重汽 共同签署了一个协议 合作协议 2007年6月 上汽伊维克红颜商用车公司成立 另外上汽菲亚特红颜 动力总装公司成立 那么在08年 上汽不是把南气给收了吗 所以南京伊维克归属上汽集团 是这样的 目前这个南京伊维克 它产品线还是跨度挺广的 客车呀 卡车呀 相式货车 包含军用的越野车 专用的改装底盘都有 如果都给它算上 大概能能给你做出来800多款车型 还是很厉害的 咱们再聊聊国内这个青客市场啊 国内的市场的话 青客分两个派系 一个是欧系 一个是日系 这里没有韩系 也没有美系 欧系指的是柴油发动机 宽体 短头 日系指的是汽油发动机 窄体 平头 目前的话 欧系的量大概是日系的二分之一 因为之前欧系的话 只有伊维克跟福特全顺 这两家 现在的话就不一样了 什么上西大通了 福建奔驰了 东风 玉风也来了 未来几年的话 可能这个欧系的发展速度 可能会超过日系 伊维克在国内创造了很多地 第一个将短头青客引到中国 第一个推出柴油青客 第一个推出国三排放标准的青客 而且呢 他推动了我国青卡 正面碰撞 法规的出台 那么在国内这个青客市场 2014年之前是高速增长的 因为咱们国家有钱了 还有一个是城市化的进程 城市人口增加了 老百姓消费实力上来了 最重要是电商兴起了 电商兴起 他需要快递 需要派送 对不对 还有一个是各个城市 扩大了一下货车的现行范围 就给这些车 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但是2015年之后 青客市场开始下滑 其实咱们那个时候 国民的生产总值 什么城市化进城 消费水平都没变 还在持续的增长 但是呢 这个增速放缓了 尤其最近在两三年吧 中美贸易战 很多中小民营企业 它的发展并不是太好 只要导致这些老板 他对买这种车的购买力 包含购买信息会受一些影响 还有就是关于安全 关于排放法规 还有一个是 之前你客户混装 没人说你 最近这几年特别严格 尤其大城市 是吧 还有那些特大城市 你像北京上海 包含广东那些城市 他要求你这个城市物流车 你得新能源 你得纯电的 烧汽油烧柴油的不行 所以这些因素导致2015年之后 清客这个市场逐年下滑 其实未来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因为未来的城市的物流 肯定会朝着小批量多批次 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 你拿清客跟清卡跟微客 跟微卡比 它有很多优势 首先档次不一样 对吧 人家优这个东西 快递这个东西都比较昂贵的 你整老破车 四处漏缝 那也不那回事 你不论从档次 从空间 从路权上面看 清客有很多有势 尤其会受到哪些行业喜欢的 快递 医药 烟草 它这边卖的贵 知道吧 这是一 第二的话呢 专用改装车这块 有很大发展空间 就基于你清客这个底盘 我改各种什么 什么医院的救护车呀 警务的执法车呀 工程车辆啊 流动服务车 检测车等等 因为咱们现在国家有钱了 政府关于治安的环保 市民安全 医疗方面 这个民生支出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这些车是刚需 政府有这个需求 今年疫情 广的救护车买多些 是不是 这块是有空间的 那么第三个增长点是房车这块 我是非常看好这一块的 现阶段我国 我们国家这个房车市场啊 其实是一个萌芽期 连初期都算不上 跟国外很多发达国家比 有很大差距 美国的房车保有量啊 包含自己拉的 包含一体式的房车 2016年就达到千万级 这个水平了 咱们在2018年保有量 才三万多量 美国都千万量了 所以这个空间是巨大的 那么最近看了很多数据 房车这块的需求量 每年都上涨 但是卖的其实不多 一年大概能卖七千左右吧 咱们跟你讲讲 为啥这房车有发展 咱们先看需求啊 谁能买这个房车 现在80后90后 是消费中间力量 不管是买啥 他们肯花钱 他不愿攒钱 对吧 他们愿成心 愿意体验 对吧 所以现在你看 房车租赁业 我包含酒店是房车 还是升温 2017年 我国旅游人次 自驾这块 30亿人次 如果这个疫情被控制住 未来还会快速增长 还有一个是 60后跟70后即将退休了 这帮人奋斗一辈子了 该闲一闲了 该玩一玩了 他们都有钱 老两口的买个房车 旅游全国兜一圈 不很正常 而且他们有丰富的驾驶经验 所以说我认为房车的购买群体 其实是有的 需求给人摆着呢 还有给你看国家政策 你像全国很多省份 它规划了比方露营地 旅游产业 什么园区 租赁服务提升 都给你使用房车 创造很多条件 我去很多地方 都有一些房车基地挺好的 旅游产业规划这块 都是把自驾车 包含房车这块 放到一个非常重点的发展方向上面去了 而且提了明确的要求 2018年年底 全国已经建成的露营基地 是800多个 800多个 根据那个十三五计划 2020年 就今年年底之前 要建2000个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 估计可能建不上这么多 未来肯定会建这么多的 还有关于租赁方面 租赁方面 我跟你说 你就知道神州租车 伊亥租车 房车也有租的 大马路跑的房车不都是自己的 他可能一辈子就去一把西藏 没必要买个房车 有很多这样平台 比方什么小鸟房车了 CC房车了 都来了 是不是 所以这块是很火爆的 房车品牌2009年的时候 在国内就起一个品牌 2018年已经发展到100多个了 还有很多传统车系 也干这个事 什么宇通 南京伊威克 江陵 包括大通 都干这个事 都干这个事 我比较喜欢看的一个人的节目 袁启聪 就跟袁雨鹏 他们一个团队的 袁老师 袁老师前段时间拍了一个 因为我要聊这个节目 特别看了一下 他去了一个房车工厂 讲了一下 关于房车方面 他自己买了一个 还是挺好的 而且最近我跟我哥们研究了一下 因为他要干这块 要卖这个房车 我觉得还是有市场 但是长春卖不太行 长春主要这个消费能力不行 我今天必须上大城市 国内这个青鹤市场 百家争鸣 谁家更强一些呢 欧系的领头羊 是谁呢 是江陵 江陵他玩的全是欧系套路 这么多年来地位很稳固 而且销量榜排名都比较靠前 一般在前三名 像什么他家的全顺了 什么特顺了 这都可以 大通的话呢 相当于网红那个性质 他是2012年才开始做宽体青鹤这个市场 2013年全年突破一万台 而且市场战场率都快8%了 那么这是什么呢 这是主流了 日系方面的话 就是主要是看华晨金碑 华晨金碑的话 造这种车造了快30年了 就这一个单一产品 一直稳居前面 但最近两三年 华晨金碑的日子不好过 因为产品太老化了 品质也不行了 你过去没有精神对手 你还对付用 现在你看 你拿你这产品力 你跟那些人比 那肯定不行 是不是 所以说销量他也下滑 那么现在崛起的还有谁呢 福田 福田风景 一方面品质不错 技术也先进 而且呢 他专门玩果六曲 你知道吧 福田风景反正是把华晨金碑给挤下去了 销量已经反正 青鹤市场未来可能是一个新的增长点 预计的话 2025年的市场的销量会突破50万台 2025年肯定会进入新时代了 那就更热闹了 百家争鸣了 现有的欧系日系 然后呢 这个大通 江陵 又是福田 又是金碑 还会有很多公司出现 还会有很多新能源 青鹤公司出现 那挺有意思的 咱们拭目以待 感谢各位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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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